我們現在來看的是如何去清理這個進氣氣門背面 像這個機碳的問題 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非常嚴重的 那首先就是這個曲軸蓋要打開 好像我現在這個曲軸蓋打開 好來曲軸旋轉 我們來看一下曲軸旋轉的問題 會有什麼問題 來一直轉 再來再來 這個是4行程720度 再作動一次 好再轉再轉 看到沒有氣門開了 再來繼續 繼續 好關起來 那我們就是要在停的時候 關起來的時候來做清機碳的動作 各位看到 我們現在就是用這個泡沫的清潔 這個是專門去機碳 然後把它噴進去 好 也很剛 剛剛已經剩了一點點 那這個大概要咬個15-20分鐘 那在做這個同時最好是引擎的機油都弄掉 因為這些還是多多少少會滲透到引擎裡面 所以也是要做泛油的動作 OK那我們就先靜待一些時間讓它去咬一下 那是呢已經大約過了5分鐘 大約過了5分鐘 那這個就是 這一缸就是沒有完全緊閉 那因為 每一缸的開啟角度不同 那這個有緊閉 你看囤積在這邊 這也有緊閉 那沒有關係 這沒有緊閉的 所以等一下我們那個曲軸角度再調整 調整一下 讓它緊閉的狀態再仔細來清一次 可以感覺出來 碳已經都有被分解了 現在呢已經過了10分鐘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就裡面 因為這一缸有漏 沒有完全密閉 所以你看到那個 但雞蛋已經少很多了 然後這個就是有密閉 所以那個已經泡沫變成水了 然後這個機在那邊 好那我現在把水抽出來 我們把那個負壓開下去 所以我們可以煮一下 然後就把水抽出來 然後這樣再煮一下 然後再煮一下 吼到水 然後再煮一下 那就是 來煮一下 就在煮一下 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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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現在來看 各位,看到沒有,見證奇蹟 乾乾淨淨 這一缸還有一點點 這個應該沒有泡到 好,那我們再反覆做一次 好,那我現在用棉花棒進去幫忙清理 其實現在如果發生任何的意外 包括棉花棒掉到裡面,其實都還拿得到 好,各位,你看 把我清出來了 好,有些碳的屑屑有沒有 這是最右邊的這一缸,剛剛沒有什麼清到的齁 我沒看到裡面有一些髒的那個碳屑屑 很恐怖喔 超髒的齁 好,我現在用副壓抽乾淨 副壓幫我抽乾淨 拿過來一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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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有沒有差很多 剩一點點碳 應該有清了80%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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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喔,大概都清好了 來各位看一下 其實 可以看到 其實沒有什麼雞碳 好 好 中間這一缸 好 完全 都清乾淨 再來這一缸 好 那為什麼會三缸的雞碳不移呢 其實很簡單 油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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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軌給他們的油 三個氣缸 絕對不可能會等量的 因為有一個 一定有一缸先到 一缸最後到 所以三個人的奶水 不會是一樣的 那清這個 雞碳的時候呢 他剛剛我們噴了這個泡沫 千萬不要讓你出來 去吊到這個 引擎block 有的時候這種粉體啊 會被他咬傷 會 然後會 留下這個 無法 抹滅的 這種傷害 就是那個 咬壞掉 烤漆咬壞掉 這是這種耐熱粉體 OK 所以呢 各位 坊間有賣這種什麼 什麼 輕油露的 輕雞碳的 你真的相信嗎 我們這樣用輕的 搞掉一整天了 你真的相信那個 加到汽油裡 然後你裡面雞碳 就會被他清得乾乾淨淨的嗎 你真的是火箭鬼啊 這種鬼話的也不要相信 不可能的事 好